全民大剧团要演新戏 陪伴大家一起跨年 他们把脱口秀 模仿 还有武师等等绝活都搬进了剧场 剧情描述一个剧团 他们接下了政府跨年晚会的标案 可是经费只有100万 又有一堆难搞的标案规定 剧团又要在台上唱台语版的冰雪奇缘 还演了阿基斯 外遇等等新闻事件 要带大家回顾2014年台湾社会经历的点点滴滴 年初的时候 基隆黄色小鸭展览 我拍了一出丑小鸭的儿童剧 它不用刮了 它就是刮 首演当天黄色小鸭破掉了 人潮全散啊 然后4月呢 在国家剧一个演出 也是挂的 太阳花学院太精彩 根本没有人愿意进剧场看戏啊 好啊 全民大剧团的心系描写一个做什么 垮什么的倒霉剧团 在岁末年中接下跨年晚会的标案 只有一百万的预算 却要满足政府的各种要求 全民大剧团把场景搬进城市舞台 要在剧场里陪观众一起跨年 剧场很少做跨年 而且是以跨年晚会为主题的 我想说做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让台北的朋友们 有其他的选项除了去101之外 所以他某些演唱会之外 那剧场里面来搞一个跨年 因为我觉得跨年从某个角度来讲 是一个仪式 就等于说除旧不新 这标案是我去标的 本来还有点担心标不到 就没想到只有我们一家投标 我看啊 干脆我们剧团以后就专门搞政府的标案 不是 我觉得你这个 他这个标案内容的要求也太多了吧 跨年当天晚上演出必须 包含有艺术性 通俗性 历史性 文学性 国际视野跟土地争 族群诺哥 曾经跟政府单位合作过 导演把做标案的复杂规定 艺术创作和法规限制的拉扯 当成是桥段在戏里面演出 为了宣传跨年晚会 所做的记者会表演的内容 你们还满意吗 表演很精彩 但是不是我们要的东西 你要不要再仔细看一下标案的内容 有啊 第八条第二款 记者会内容必须 由五月天同等级团体表演 这个表演跟五月天差太多了吧 不不不不 你不要像我看这个狮子团 它是跟五月天同时出道 其实五月天比较有 为营照剧中的热闹气氛 喜欢结合时事的全民大剧团 让演员高唱台语版的Let it go 主要演员郭子前也大展杀蛇秀 还有被车站占名的绝活 过早人看到白九售叠 看到蚵的雾爪 人说正手出名好 台湾出头ズ 台湾五 V主装 餐杨 wackˇ д Groen的杭尾 咯咯 consist of the spirit 今天抓两个 declared 正 Sale 咯 咯咯 tower 好 平� ur 当然他们也没有放过阿祭狮 取材经典语录 大开玩笑 你用水对水 要不然變成國際移民 剛剛應該是巧遇 對 我要戴安全帽開車回家 看似熱鬧的演出 其實每個角色都有難解的問題 導演希望透過作品 讓觀眾都能更積極地面對未來 每個角色都有他的一些為難 都有些他的 他遇到的困境 那我們在這戲裡面 除了有些很熱鬧外面的一些事件之外 就好像整個大環境一樣 但在角色的內在 每個人在戲裡面其實都有些渴望 而那樣的渴望如何在戲裡面達到和解 戲裡面有講說 人生真的就是拼拼臭臭 但是凡事只要做最壞的打算 盡我們最大的努力 我覺得都有機會成功 全民大集團打造了在劇場裡的跨年晚會 帶你跨越2014年的荒謬與無奈 往2015年前進